回到京都 一家人终于团聚了 杨淑云跟嘉兴荣 见到女婿特别高兴 一直都在问陆北辰问题 陆北辰都很郑重地回答 没有一丝隐瞒 嘉兴荣对她很有好感 她看着陆北辰 就要比顾与其强 想到顾与其 她又担忧起来 现在嘉令的爱人回来了 受到刺激的顾与其 还不知道会做出什么事 家父和家母回到房间后 你明天去找找嘉琪吧 让她来只住几天 这样不好吧 我们现在还是住在嘉令家呀 怎么能把琪琪也弄来呢 况且当年嘉琪她 嘉兴荣知道杨淑云说的是 嘉琪顶替嘉令入工厂的名额 可是这件事情已经无法更改了 嘉琪也是他们的女儿 他们害怕顾与其 看到陆北辰后受到刺激 折磨嘉琪 想让嘉琪来嘉令这儿嗶嗶 杨淑云看了口气 老头子 你说 我们把这件事告诉小令行不 我看小令现在也还不错 你没听她说吗 她现在自己开场子 虽然规模不大 但至少能养活家里 应该不会受制于那个顾与其吧 嘉兴荣也叹气 以现在顾与其的地位 想要整垮一个小场太容易了 何况女婿现在也在部队 万一 杨淑云被她说得吓到 顾与其一直盯着嘉令 根本就摆脱不了 如果告诉嘉令 她忍受不住去找顾与其 后果会不堪设想 还会危及到陆北辰 只是他们还不知道 这位女婿原本的地位 是现在的顾与其追逐不上的 即便是现在 顾与其也不能对她造成伤害 老两口在房间商量了半天 最终决定先不告诉嘉令 有他们在身边 尽量让嘉令远离顾与其 等到嘉令大学毕业 分配工作之后再告诉她一切 第二天陆北辰送嘉令去上学后 便来找到于海亮 两人谈论时 于海亮不小心提到了 嘉令资本家小姐的事 见陆北辰神色无异 她便继续说道 北辰 要不是之前发生的那件事 你现在在军中地位 至少都是失级的了 好好熬个几年 你未来绝对是司令啊 可是现在 她叹了口气 你想过吗 就算你那件事能平反 那些压住在你身上的 那些罪名都洗清了 你以后的升纤 可能也不会很高 虽然现在已经不讲成分了 但我们这样的体制内的人 还是有关的 这些你都知道吧 陆北辰点头 我知道 不过我不在乎 人嘛 哪能什么好事都占了呢 你都说了 我娶了个漂亮又能干的媳妇 我很知足 至于我一直想搞清楚那些事 不是为了前途 只是不想一辈子 背负着那个污名 于海亮神色严肃 北辰 你跟我好好好说说 当年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们那次的任务是境外 你们到底遇上了什么 为什么最后活下来的 会只有你一个人 而且你是毫发无伤 陆北辰满脸的茫然跟苦涩 如果我告诉你 我也不知道 你会信吗 于海亮看着他 没说话 他是肯定会相信陆北辰的 只是不清楚这件事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当时被一枚炸弹给震晕了 等我再次醒来 看到的就是满地尸骨 大家都死了 只有我活了下来 等我回去之后 就被调查 具体都调查了什么 陆北辰没有细说 于海亮也没有多问 毕竟他已经离开部队了 陆北辰要遵守保密条例 那你现在调查到了吗 陆北辰摇头 还没有结果 于海亮又叹了口气 对了 还有件事得好好跟你说说 陆北辰严肃起来 那个顾雨琪又去找家令了 那哪是去找家令啊 他还去了卢省 说到这里 于海亮就生气 之前他知道家令要去卢省处理事情 他也担心 想跟着一起去 可是又怕家令走了 顾雨琪会对他家里的人不利 谁知道等家令走了后 顾雨琪居然也去了卢省 我敢肯定 那个家伙绝对就是跟着弟妹去的 你说他一个副厅长 没事总往卢省跑什么 而且还刚好是弟妹回去的时间 他肯定就是跟着弟妹回去的 而且后来我还听惠林说 弟妹身边的那个女同志 也被留在了卢省 陆北辰皱眉 风花 于海亮赶紧点头 对 就是他 后来弟妹不是回来了吗 把他留在卢省了 那个顾雨琪也没回来 我后来问你闺女 可你闺女是个小机灵鬼 除了告诉我 凤花没跟他妈妈一起回来 其他什么也不说了 陆北辰冷着脸 这个顾雨琪的目的应该就是家令 不过他实在无法理解 顾雨琪特别被上级重视 有着远大前途 可却天天不干正事 就盯着他媳妇 简直匪夷所思 见陆北辰不说话 于海亮又怕他冲动 你先别做什么 这次你能回来多长时间 你回去好好问问你家两个孩子 再问问那个凤花 你跟他说 他肯定会告诉你的 看看那个顾雨琪在卢省到底做什么了 陆北辰心里忽然生出一股危机感 他不怕家令会移情别恋 如果是两年前 他不敢这么想 可是现在的家令让他很放心 他也知道家令不会离开他 可他的人就被人这么觊觎着 他也不能这样任期发展 我知道 我会留意的 接着陆北辰又来到学校接家令 北辰 你这次能在家里住几天 我暂时不走 家令心里特别高兴 虽然知道他还是会回鹏城 但他能多在家待几天 他也觉得很满足 北辰 我明天下午没课 我们去国营商店买一台电视机吧 陆北辰有些诧异 怎么想起买电视机了 那可不便宜 家令其实也有点舍不得 可年后他准备跟唐雅合伙开店 电视机 他觉得孩子们需要 现在第三届世界杯牌球赛还在打 我想让孩子们都能看到 陆北辰没有反对 行 只要你喜欢 那咱就买 不过这买电视机要电视机票 你们学校肯定不会发 我们那之前倒是发过一次 我 没有 让给别人了 你这个家伙 干啥不要啊 我现在也没上班 那票都是单位发 我去哪弄去 我明天去找于海亮问问 说不定他能帮忙